谢谢啊 这人的运气要来了 城墙都挡不住 我刚才稍带手帮人家抬了个病号 人给了50块钱 这50块钱这不白剪的是什么 哪有白剪的呀 这是我的 你的 你叫他答应吗 他答应吗 不是 他真是我的 什么就你的呀 这是我的钱 我拿着他集三伙四的去买水果 结果给丢了 碰巧你给捡到了 谢谢啊 这是我的钱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 不是讲理 我跟你这种人 我用得着讲理吗 我 撒除 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不是 不是我 你走不走 你不走是吧 不走我正当防卫了 你干啥 你干嘛 我不要了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不是 不是你说这都什么人呢 算了 就当那50块钱没正 哎呀 哎呦 哎呦 怎么 哎呦 怎么 哎呦 我没状坏了 你吧 没事 没事 你可吓死我了 你老怎么自己溜的下来了 不怪你 是我自己心里啊 有点难心的事 没事 玩去吧 玩去 哎大妈 哎 不是您有什么难心的事 您跟我说说 看我能不能帮帮您 真的 啊 你能帮我 哎大妈 你说人这一辈子 谁能不遇到点难心的事呢 咱碰见了 能帮咱就帮一把 哎呀 小伙子听你说这话 你就是个好人 你等着 大娘给你看样东西啊 你看 这是啥 镯子 好看不 好看 三百块钱 卖你了 啊 这 真的假的 哎呀 绝对是真的 大娘可不是骗子啊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花三百块钱 嘿嘿嘿嘿 花三百块钱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要这玩意干啥呀 布丁吃 布丁喝的 你说是不是啊 是 这东西我跟你说 嗯 不是大妈 这怎么说也是您姑娘的一点心意啊 您老应该把它收好了 怎么还拿出来卖呢 嘿嘿嘿 不是小伙子啊 你看大娘 在这楼上住院里 急等的用钱 你说 嘿嘿嘿 你就买了吧 你买的这个 绝对有用 你啊 送给你媳妇 送给你对象 他们一看 一直高兴 大爸 我还没对象 哎呦 那就更应该买了 以后你要是遇到个好闺女 你就把这玩意这么一现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 最能得到姑娘的芳心啦 真的呀 真的 不是大妈 我 我 小伙子 大娘求你了 这件事吧 我不敢让我闺女知道 嗯 再说了 刚才你都说你能帮我了 这咋 这 要不大娘给你职工了 哎 大娘 大娘 别别别 您老这不是折我瘦吗 您别着急 我要了 行不行 哎 三百块钱 谢谢 嗯 三百块钱给您 您拿好了啊 小伙子 你放心吧 保证是真的 你要不信得过呀 找个地方验验 问他 值不值三百 大妈 我相信啊 您老敢去买药去 咱们治病药解 啊 再见大妈 这孩子也太善了 三百 妈 哎 嘿嘿嘿 你咋下来了 妈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 我有点事 啥事啊 没嘴的 有好事了 我可不告诉你 你说说 我不说 说说说 哎呀 别扯过我了 行了 妈跟你说 嗯 你给妈买那个镯子 妈让你退了 你说商店不给退 今天啊 妈坐着退完了 是是是 你给退了 嗯 送你的 你干嘛退了呀 妈干嘛不退呀 压根我就不喜欢那玩意儿 你咋退的呀 这不刚才看到一个小伙子 我就把那镯子给他这么一看 哎 你是不是三百块钱买的 哎 我就三百块钱卖给他了 你看这不就是 退了吗 是吧 哎呀 妈 赔了赔了 那何止三百啊 那多钱呢 五六千啊 啥啥 啥啥 啥 什么 五五五五五 你个死丫头 你早不跟妈早说实话呀 你说实话呢 你还能要吗 那你说现在这事咋办呢 哎呀 妈呀我没说你就傻 你说 你说人凭啥买你的镯子呀 你指定是碰上眼尖的了 这是实货 你说妈又受骗了 可不咋的 哎呀妈呀 这个咋整啊 妈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那人往哪边走了 那个人 他不是 他好像是往那边走的 他长啥样 他长得 反得像个葫芦 妈你等着啊 你别动 我追他先 哎呦 你瞧今天的事 让我给办的 哎 大妈 大妈 哎呦 小伙子 我的镯子 我就是为您这镯子 是跑回来的 我刚才路过一个珠宝行 我拿去给人看了一下 人说您这镯子 哪是三百 最少值三千 可不是咋的 为您说三百 那是骗我的 我怕您老着急 就赶紧给您送回来了 大妈 哎 您赶紧把这镯子收好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地方呢 可不安全呢 刚才我让一女流氓 抢了五十块钱 您说您这么好的镯子 要让她看见 肯定给您抢了 哎哎 我走了大妈 哎哎 小伙子 回来 你这三百块钱 还你 哎 大妈 哎 您不是急着用钱吗 这钱您是拿着用 别说了 小伙子 大娘不缺钱 刚才怕你不买 我骗你 这是你的钱 你拿好 大妈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就三百块钱 不行 小伙子 您拿着 你做好事 我也不能要这钱 大妈 您一定拿着这钱 小伙子 你给我松开 你 你这么胖子 妈 是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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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她 你怎么打人啊 你 我打你 我的妈 我怎么不打你 对 你打人 你打人 你该打 我这是什么家伙 住手 住手 你个女流氓 大妈 我跟你说 这就是个女流氓 您赶紧跑 我掩护 我 不是 打老太太有什么本事 有本打棒子 来 打 打 有我的 别打了 别打了 都误会了 误会了 她 她就是我闺女 别打 你看啥 她是你闺女 是 你是她妈 是 团伙啊 不是 她团伙啊 她真是我闺女 她是她妈呀 那我得说你两句 你说您这闺女 光潜瓦日 朗朗乾坤 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 非干点抢劫的勾当 我干什么抢劫呢 我 你干什么 你心里清楚 刚才不是你抢了我五十块钱 那五十块钱 明明是我的 我集三伙四的 拿她去买水果 结果丢了 碰巧 你给捡到了 你想据为己有 咱俩谁流氓 怎么着 大妈 您听听 您听听 您这姑娘多会娇变 你 我跟您说大妈 你真你好好教育教育她 她今天能抢我五十 明天就能抢人 一百 您这桌子 八千是她抢来的 什么 我呀 不是妈 你们别听她吓唬说 我能去抢吗 你这 不是你说我这桌子是抢的是吧 抢的能有发票吗 抢的能有发票吗 我六桂符买的 挣着八百的发票在这呢 你看看 五十块钱 那个五十是你的 谢谢五十 我的 我的 你可丢死人了 你啊 闺女 快给人陪你道歉去 快去 你 你快点去啊 这小伙子 特意赶回来 给妈送这个桌子 你还打人 你快给我道歉去 妈妈 就这 不好意思 大哥 对不住啊 大妹子 你现在说 以后一事别冲动 一定要冷静 冲动是魔鬼 你说你这一冲动 我的脸我都给打住了 我打也那么重 大妈 这是一场误会 你解释清楚了 我回去了 小伙子 别走 跟大妈上楼上坐会 不去了大妈 坐会儿吗 真的不去了 小伙子 你听我说 我这个闺女 到现在 还没对性 那我还是坐会儿吧 走啊 小伙子 走 快走 走啊 你快走 哎呀